再来我想跟各位分享 刚刚我一直在描述的都是以问题为核心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刚刚在那个仪表板上面 如果不讲问题 例如说我就直接给别人点 给别人看那个 比如说这个现式的表现是怎么样 这种东西叫仪表板 可是像你看 像我这边我都在叙述 都是以问题为导向 因为我们内部 内部是需要做这件事 像我这边我要知道好的客户 好的客户有没有越来越多 他主要跟我们买什么产品 然后其中这个技术类的产品 技术类产品 可以发现他的纸类也是逐年在增加购买中 不是每一个好不是每一个产品 好的客户他都在逐年增加中哦 是只有好的优质的客户 他对于我们这个技术类的产品 然后其中是印表机 印表机 然后喜爱的程度是逐年在增加 这件事情你觉得对公司的营运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Copy 就是印表机来去做所谓的一个 所谓打广告 或者是新产品的一个设计变更 或者是开发出新功能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应用 应该是值得我们来去了解的 再来我最后我们用一个台湾电力 你知道从过往过往我们的核能发电 各位可能被 各位应该知道核能发电一定要盖在海边 东北东北跟东南 分别都有核一核二核三核四这些核能发电 可是现在是不是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会换成用什么风力 之前有火力发电 然后还有什么 你去永安观音 因为我家住桃园 你就会看到很多风车 可是如果你走到那个台中以南 很多太阳光能站 那现在政府台电 台电也是公家机关 他在推的是 希望你自己在你家里盖那个 就是那个太阳能光板 跟那个以前那个只有热水器不太一样 未来希望自己的电 自己产生 自己来去使用 那我现在要讲这件事情 大概你们了解电这件事 可是我们台电呢 它只提供了三年 也就是2018年7月1号之后这三年的资料 好 至少有这三年的资料 其实我是希望说 我们有很多资料 其实是可以合并起来来去算 例如说 住在那个光电站 或者发电厂附近的均匀 罹患癌症的比例 是不是比较高 对不对 这根本就不用研究 就是事实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个电 这个电 如果我们也收集到了 好 其实对我们的研究 其实是有帮助的 好 我这一张我想要给你们看 就是说 我们其实 一般家用电 一般家用电 我们叫做表灯 表灯这种电 那表灯 有分营业用 跟非营业用 表灯用电 就是名声用电 这个名声用电 就是110、220 没有用到什么380 或者是更高1000伏特以上 好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 这一个就是表灯用电 而且是非营业用 非营业用 然后呢 我要特别讲一下 它这个逐年在下降 很好 一点都不好 你知道 夏季的需求 只在上升 你要知道 那个我们的用电 我们的用电 是取决于 最需要的这个季节 的最高用电量 可以吗 所以 它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们就要一直不断地在盖发电厂 我们评量的标准不是第一季 第二季 第四季 是第三季 可以吗 所以我们 希望就是说 第三季 的用电量 不要再 屡创新高 了解 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问题会变成什么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第三季 第三季 想办法 让民众 愿意 愿意什么 减少使用电 对不对 所以这会第三季有什么 你可以把它讲成是限电措施 或者是 电象的奖励优惠 就是今年用电量 要是比去年低 好 我就电费减少多少 如果比去年高 我就增加多少的比例 听得懂吗 这也是一个 讲诚办法 对不对 好 可是 可是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 我还是把那个电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不分析这些东西 你根本就不知道 电力到底够不够 还有电力 电力 如果我们用核能 还需要南电 北送吗 只是核能 我们现在不用 也没得用了 好 所以当然就要 为什么要南电 北送 因为这些关电厂 一定要盖在南部 就像例如说 为什么不是盖在台东 为什么不是盖在东部的中间 因为它有送电的问题 对不对 好 这些都必须要考量进去 我要请你们稍微看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高压用电每夜 差不多还是维持这样子 好 不过它第三季它在减少 那特高压电 它也在减少 对不对 然后这个表灯非营业用 它第三季在增加 所以这个民生用电 是值得我们来去关注的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到底是哪几个城市 像这个新竹市 新竹在这用电上面 它是高压电第一 这高压电新竹市是第一 竹科嘛 对不对 那个 接下来看一下 特高压电 它就不是第一了 特高压电是小岗 高雄小岗有造船 中刚 对不对 中刚造船 中刚在那个地方 那可是表灯我们就会关注 你看第一名是什么 是新竹 第二名是这个 这个叫中立 中立公园区也是用电大户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可是这附近有没有 新竹有没有发电厂 中立有没有发电厂 当然都有了 够不够 这就是现在大概你们要去思考的 这个观念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知道了 知道了台湾的一个用电的情形 还有哪几个城市 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 应该不是整个台湾一起来去节电 应该是能不能鼓励那几个那几个县市 一起来做这个节能减碳 然后降低使用电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在我们在做这个大数据画出这些表 我这边我就会拥一些看到的问题点 好 在接下来请问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拿到了2020年资料 2021年资料 2022年的资料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把资料取得进来 有点像开启旧的 然后按这个重新整理 接下来你就去看 当时使用的知识有没有改变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边不是会写一项一项的知识吗 这是问题 然后我只要去看说 这个用电量逐年下降 然后去看看2020年2021年 有没有让我们用电量逐渐下降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的应用的方式 所以根本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 去重新设计报表 而是直接在看这些图 所产生的改变 好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Power BI的应用 好 所以你看台湾在智慧上面 大家告诉我们说 民生用电第三季需求最高 而且逐年再增加解决对策 它当然就会有一些什么策略 在电价方式上面的一个策略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了 我想整个大数据分析呢 它的应用啊 主要我要强调讲一件事情就是 要多算 例如说这里面我缺交通资料 期待有一天你们把自己的资料 不管你要不要卖钱都可以 卖钱我们就花钱 我们就可以买这些资料 然后来去算 你不要小看交通 交通会跟 我觉得会跟天气有关系啊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天气来结合一下去计算一下 那如果说跟天气有关系 那我们算出来这件事情 那下雨天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那个内部的保养或教育训练的课程了 我只是说当我们今天拥有了这些知识 然后把所有的知识去串联起来 然后形成策略 这个策略呢 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未来越来越好 这就是使用大数据分析 希望跟各位分享概念 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暂时要在这边报一个段落 我期待我们后续还有更多的互动 您可以上网Google很容易找到我的姓名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小小的YouTuber 也就是你到YouTuber上面去搜寻我的姓名 就可以看到我至少大概有将近 我那天算2950几部的影片 都可以免费让人慢慢去观看 可以吗 好 希望我们未来越来越好 我今天暂时介绍 我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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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